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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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就是过过相声影 身为晚辈的郭德纲 也是特别的尊敬长辈 只要邢文昭想表演 郭德纲都会尽能力做好安排 这种敬老的精神 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如今邢文昭过世后 德云社相声演员张云雷 孙岳纷纷在微博上发文悼念 孙岳称 爷们儿 您一路走好 张云雷表示 师爷 您走好 相比这些后起之秀 知道这个前辈去世 也会伤心不已 没有想到孙岳的一番悼念 也是引起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直言 老先生一路走好 孙岳的话 不对吧 上辈人喊下辈人 才叫爷们 你觉得孙岳称呼行文昭 唯爷们合适吗 随着张文顺 李文山 行文昭先后去世 如今的德云四老 就剩下王文林了 祝愿老人家 身体健康 寿比南山 再次缅怀行文昭 老先生一路走好 对于德云四老的作品 你看过哪些呢 欢迎互动评论